在近5个三分,库里生涯至今一共投进了6573个三分,距离反超雷阿伦仅差两个三分球,不出意外的话,库里将在下一场和尼克斯的比赛中创造这个神迹,成为历史上三分投进最多的球员。 而为了目睹库里投进这两个三人,尼克斯的主场球票也疯狂了起来。 据美国媒体EPSM报道,在库里带队击败步行者之后,球迷都知道他将在对阵尼克斯的比赛创造新的历史,于是票价就开始疯狂的飙升,一个球迷在库里比赛结束之前,买了一张130美元的球票,如今他这个位置的附近的球票已经暴涨到了1500美元,而且已经全部售庆。 只能通过R2级市场,也就是黄牛手中买到。 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,票价就翻了11倍,可见库里带来的经济效应有多恐怖,这在NBA现役球员中或许就只有詹姆斯能够做到这一点。 他们也是现役流量最大的两个球员,缺席与否都会对票价产生明显的影响,这就是超巨带来的效应。 而为了让库里这个记录带来的效益最大化,此前勇士甚至都想让库里轮休, 为的就是让他能够在和尼克斯的比赛中创造记录,要不是和76人的比赛中只投进三个三分,今天和步行者的比赛,库里还真有可能缺席。 之所以要选择尼克斯,因为麦迪逊广场花园是NBA球迷热情最高的,票价也是最高的。 这次库里来创记录,让尼克斯又赚了不少钱。 如果你在美国,会用1300美元去看库里这个记录的诞生吗?